郭、郭、 equality if you remember , 郭、 goosebumps have been in school, 發表演出生 schö慶的情況, 大家好 , 真的很辛苦 有辛苦嗎 ? 有什麼價貸 ? 蛤? 沒什麼 因為阿衛發現 臺灣民政府會隔離的人 都沒有聲音 沒關係 今天也是很好的機會 有參與初級班 進入到高級班 這都是這個改端 來看出 我們在臺灣是不是真的臺灣人 臺灣人是真的對臺灣民政府有聲音 這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有初級班和高級班 有初級班高級班 是因為我們重新把我們在過去 無論是69年中華民國教育框框之下 如何去把這樣被中華民國 把我們的臺灣的歷史扭曲 成為真正的事實 真的不簡單 一個人的價格 一個人的觀念要改變 除非你親自體驗到 你的觀念是錯誤的 而且是你親自體驗 你親自體驗 你才會發現 我們的觀念 我們對臺灣的歷史 是不是真正的看清 這就是今天我們參與 高級班的一個真正的目的之一 我雖然是高砂主 我們四十多年前 從山上到都市 要學習教育 要學習適應你們大都市的文化 非常辛苦 辛苦到 到什麼地方 差一點要逮人 啊 你是煩惱 我一聽到煩惱 我們當然氣得要命啊 你再氣 你再講 我就出草了 要出草喔 蛤 那但是在四十多年前 我們國中生 那一段的時間 什麼是出草 什麼是真正的生命 都不知道 因為沒有體驗到 小孩子怎麼知道 對嗎 對嗎 清楚二十幾年前 還是三十幾年前 還是十幾年前 你可能會碰到十幾年前 或是你的同班同學 有高砂主的同學 都你們互相要好 談得來 那就沒問題 但是二三十年前 那時候的歷史跟經驗 告訴我們 都是相恨 都是彼此仇恨 帶著上一輩的恨 一直帶到現在 所以假如你有這樣的經驗 你可能也會體會出 我四十年前進入到都市的時候 我們幾個本來很喜歡讀書的 而且在國小 我們在山上的國小 那些廣東話的老師 說廣東話的老師 聽不懂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結果我們有一個同班同學 他現在跟我一樣 六十多歲了 他那時候說 我們自己用打樣的話 我們高砂族有十四種 然後進入到現在 皮膚族進來十六種 中華民國算 現在是十六個族群 那我是太兒族的 然後我用我太兒族的話 那你怎麼看著 你怎麼看著 你怎麼看著這樣 反正他們也 老師也聽不懂 你們也聽都沒有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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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聽不懂 你沒有在我的 太兒族的社會裡面 但是我已經進入到 你們的社會裡面 雖然我的台語 沒人回到 但是我盡量學習 那時候我在大福初中 四十多年前 那都是學工人 講學法 親對腦 然後我坐在旁邊是女同學 右邊也是女同學 後面也是女同學 前面也是女同學 我這樣坐過去 坐過去 這個女同學 過去一點 我坐過來 又有女同學 他說 親對腦 這樣 哇 你們再講下去 我就殺你們 嚇一跳 老師 這個上帝人要殺我了 所以那時候的觀念跟教育的環境之下 誰教我們的 誰教我們的 中華民國的教育就是說 凡人就是專門出草 凡人就是專門殺平地人的五縫的頭 什麼五縫的頭 什麼五縫的頭 對不起喔 假如這邊有嘉義的人 那都是虐造的事實 是不是 有沒有 有沒有 最後就把 我們有幾個高殺族的青年 有幾個牧師 也把五縫同鄉 那時候五縫一當嘉義市長的時候 把五縫同鄉拉下來 管你這個都是騙我們高殺族 所以那時候真的是很辛苦 就像你們可能也會碰到高殺族 有時候脾氣不好 有時候會奇怪 我這個同學怎麼 不是山地人 原住民憑第三包都是很溫順嗎 沒有嘟嘟 碰到恨的時候 還有什麼給你溫暖 還有給你什麼慈愛的 夫妻吵架 還有給你體貼 沒有啦 男女戀愛的時候 有第三者 有小三 後來第幾個 還有給你溫柔 就像你剛剛跟他談戀愛 沒有啦 這個就是相恨嘛 所以北對角 高山俗 是怎麼好上萬魂 這不是我們虐造的 也不是平地人 喉嚨人 喉嚨人 不是大家虐造的 誰在掌握 誰在掌控 誰在掌控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錯破 他們的面孔 假如我們要去錯破 中華民國真正的本質跟面孔 我們的觀念 永遠不得不必改 很難改 很難改 就像我跟我的太太 我們三十多年前 她是塞來修家 塞來修家 塞來修家也漂亮喔 對我來講是非常漂亮 那我們在戀愛的時候 她父母親反對 你跟環仔一起戀愛 沒有 沒有 我沒準 那時候三十多年前 是不可能準的 而且我們把這個 我的故事也拿到神學院做教科書 教材內容 然後院長也跟幾個同學談論 我跟我太太的戀愛故事 從三年子一一直到六年級 不是國小三年級 六年級 那時候我們神學院 神學院都是大學畢業去的 那時候我在陽明山台灣神學院 那時候教材內容 也當作課堂的內容 因為有一個美國的學者 教育學家 他講了一件事情 今天這位高砂的 那時候我們講說三地人 這位三地同學 跟平地女同學戀愛 這個是最基本 而且是剛剛開始 以後的機會會越來越多 有喔 有 當然有 檢查你的女兒 還是你的女兒 你的媳婦 檢查你的高砂族 有嗎 有 有沒有的請舉手 好 不錯 感謝你們 有保養 當然這都是我們台灣人的本質 就是因為中華民國在教育給我們控制之下 我們今天來思考 為什麼流亡政權 他越把越自己的角度跟自己的歷史觀點 他自己認為的國際觀 他自己認為的教育觀 他自己認為的整個的台灣的版圖都是他的 整個的歷史事實扭曲 這就是今天是台灣人的悲哀 但是沒關係 不是我在悲哀的時間 應該要突出悲哀的歷史的中間 這樣好不好 好 一定要在悲哀跳脫出來 你才可以看見 你現在為台灣人民設想些什麼 這個才是我們今天台灣民政府的最重要的工作使命之一 這樣好不好 好 既然你更好 輸兵進行也要開始喔 所以我們來看看 什麼人 當然我實在不好意思用這個詞句形容 但是我用這個臉當作一個外表 或是裡面的品質也好 或是裡面的涵養也好 這個都可以給我們思考的空間 所以這個臉是思考的空間 不要罵到真的好像真正不是人了 但是我們還是要面對 要面對今天我們台灣人就是今 現在 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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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現在 剛才 但是台灣 又看不起台灣 在台灣像霸王 但是 真正到 自己在台灣好像是霸王 但是跑到中國地區呢 不是兔子 而變成烏龜 可以 退伍的將軍 太多的將軍 三千多位至少 拿了台灣錢 在中國的地方 過了生活 那邊你們知道有將軍村嗎 你們有聽到嗎 中國有將軍村 川 還有三奶村 這二奶三奶誰發明的 都是在那邊發明 然後帶到台灣 然後又台灣人又在學習 這個忍性的惡 惡到幾點 好 不過我們不是只有在 嗚呼哀哉而已 我們要怎麼去做 這個才是我們今天要思考 至少 有自匪的委員長 哪一個委員長 六十九年前的 昨天晚上 我們有太兒主的一個大會 將近一百多個 結果他們有一個長老 非常愛中國國民黨的 他說我們講公啊 講公屆史啊 講屆史講公 哇 偉大的 哇 嚇一跳 結果有一個牧師說 長老 你的觀念要改變 那裡講公 講公不是講公啊 這個講屆史專門欺負我們 我們太兒主 我們整個高砂主 你還不知道啊 有些資料我告訴你 哇 那時候大家爭論的時候 主持人說 好 今天暫時我們不談這個 那今天也是會碰到這樣的問題 那因為講公不是講公 是講委員長 當時講屆史 被美國委託他到台灣 暫時管理台灣的時候 那這個責任呢 他把自認為 講委員長 有沒有發現 無論自認為說總統的時候 他還是穿軍服 他無論去哪裡都是穿軍服 他就是我永遠的委員長 沒有被打倒的委員長 所以他一生都是穿軍服 秘密你們知道嗎 秘密你們知道嗎 為什麼穿為軍服 他就是統帥 無論是中國國民黨 無論是中國共產黨 整個中華民國 那時候1912年成立中華民國的時候 他就是永遠的統帥 他自己自肥 然後教育了整個 我們在國小國中 不管是幾十年前 都是這樣受到這樣的教育 他也篡改歷史的 為中華民國 這個中華民國就是ROC 在初級班都知道了 中華民國對不對 這個名詞ROC呢 ROC真正的名字是什麼 Republic of China 真正的名字是什麼 給你口氣一下 什麼名字 Republic of China 這個ROC是中華民國 我們所聽到的 那真正的原文是什麼 要考軍所的特別注意喔 好 這個就是說 Chinese exile in Taipei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Taipei 那是什麼 中華民國政府 劉王在台北 有沒有 所以劉王 不是劉王國家 呢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劉王是 他是政府哪聽 他是賬款哪聽 他只不過是一個政權政府 而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ROC是 Republic of China 實際上 他的原文說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就是 劉王政府 在台北 所以這個是真正的原文 結果 中華民國很會玩文字遊戲 他不要說 中華民國流亡政權在台北 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最後他就改為 中華民國 簡稱中華嘛 然後中華台北 有沒有 看到去出國到別的地方 打棒球 打籃球 都是Chinese Taipei 就是從這個地方開始的 那佔領台灣 他最重要的目的 馬英九 他一直口口聲聲 中華民國才是合法的中國政府 他什麼時候做 常常做夢呢 中華民國 在1949年 已經流亡 已經被捕 被誰滅亡 被這個PROC Republic People of China 這個就是他們自己 中華人民共和國 被這個組織呢 打敗 滅掉 中華民國 所以他自己成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沒有稱為中華民國 有沒有 有請罪 中華民國嗎 沒有 只有中國 簡單中國 所以 共產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 滅亡 把這個中華人民 中華民國滅亡以後 他就逃到 因為美國的關係 讓美國也保障 台灣人民的安全 不要讓共產黨 進入到台灣 所以他只不過是暫時 暫時委託 中華民國 蔣介石這個集團 到台灣 這樣清楚不 所以 暫時委託 是怎麼 今天暫時到今天 六十九年 久 為什麼 暫時受委託 而成為 一直到 拖到現在 六十九年的歷史 假如我們今年年底 順利的時候 更有機會 那秘書長說 至少八個月 我們這樣算 至少明年 那這樣的關係 進入到 可能中華民國會到 七十年的歷史 然後去換我們台灣民政府 來執政 有什麼痕跡可以看見 我們等一下會做討論 那可能你會覺得你的朋友說 有可能 要打倒中華民國 這個阿爸的政黨 有可能 民進黨都不可能 你們這個小小台灣民政府有可能嗎 很多朋友朋友 尷尬告訴你們 可能你自己的親家 自己的親友 也可能會跟你們說這樣的話 但是這些很自然 因為剛剛我講了 要改變一個人的觀念 真的是不容易 改變觀念 我剛剛所講的 除非你自己真正看見 是非 非常清楚 你就決定 是就是是 不是就是不是 這樣的話 很清楚看見說 今天中華民國的歷史 已經被自己扭曲 而且他這個扭曲的事實 也告訴69年來的 所有的 自認為中華民國國民的人 自認為奔透台灣人 還是自認為高砂族原住民的 都在這裏 騙到吃夠夠 到緊張 所以今天我們思考 這樣的事情 他為了整個台灣 中華民國 佔去了整個台灣 以為說 我已經來到台灣 這個就是台灣是我的 一個中國政策的片子 有看到 有看過的 請舉手 來看看一下 一個中國的政策 一個中國的政策 最少有五個重點 一個中國的政策是 第一個政策是 美國官方的 所製作的影片 不是民間組織喔 至少有18個 美國官方的組織 包括美國國務院 CIA 國防部 國家 國土安全 還有 幾個 大學 還有 美國 華盛頓的 這些有幾個 這個整個 都是 美國 所認定的 官方文件 所謂官方文件 是 熟悉的喔 台灣民國的官方文件 你有相信嗎 有時 你奇怪 今天這個官方是 這樣 大家知道 你奇怪嗎 是怎麼改變 官方要看誰在做 有沒有 這個就是 中華民國的本質 換來換去 但是美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整個的 美國 美國 美利堅 綜合國 他們的官方 是 記載 就是官方記載 第一個 第二個 一個中國 政策 是 表示 只有中華人民 共和國 才是 真正合法的 中國 唯一 合法政府 意思說 中華民國 不是啦 中華民國 是 逃亡 是 逃亡的 我們看 也聽過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 臨時 國歌 出埃及寄 這個一般基督教很喜歡唱的這一首歌 但是重點是有裡面有幾句話是非常重要的品質跟涵揚 一個是 土地 祖先留下來 上帝給我們這個土地 我要珍惜 我要保護 一直到死為止 哪怕是作戰 我還是要保護我這一塊土地 所以台灣這一塊土地 是你我我們整個人應該保護最大使命的一個項目 一個目標 所以 談到中華民國這樣的任何本身自己的本質 他把自己的事情 官方文件 因為官方文件也是會藏起來 有沒有藏起來 我們看到幾個案子裡面 林毅士 或幾個 在美國 當作 認為外交部的一個 什麼名字 一個女 女外交官 是中華民國認為的女外交官 實際上中華民國沒有權利擔任外交官 因為她不是一個國家 只不過是因為 因為美國在台灣跟台灣關係法的緣故 只是把這個中華民國暫時委託她 來佔領幫助管理治理台灣 給她一個出口的機會 所以他們以為說 實際上美國有沒有跟他說大使 美國不會稱中華民國代表的大使館為大使館 不會 他們只是一個在台協會 對不對 有沒有說台灣外交官 還是台灣外交大使 還是外交使節 沒有 是美國在台協會 是在台協會 它用institution 是研究機構 無論是民間 商務 經濟 政治 人民的一些的 往來交易 交易的一些事況 這個都是在institution 在這個研究機構 組織裡面在那邊研究 所以美國在台協會 這樣清楚嗎 所以這些都是把自己當作 以為是這一個國家 所以這個一個中國政策 那第三個最重要 不是美國非常清清楚楚說 台灣沒有光復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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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台灣跟中國沒有做過戰 有時候台不 第二次世界大戰 是不是台灣跟日本作戰 還是中國跟台灣作戰 不是 是中華民國把它當作中國戰區 實際上是太平洋戰區 那中國戰區馬英九 他們為什麼會用中國戰區 來形容來光復台灣 好讓台灣就是原來 本來就是我們中國 這是馬英九他們 中國人很喜歡用的這一套的這一句話 所以他們認為說台灣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領土 是我們中華民國的一省 實際上你們有沒有聽過 當李登輝總統要 要廢省的時候 美國就干涉 你不能廢省 一旦廢掉這個省 會回顧到蔣介石那時候 1949年 他們在那一段的時間 原來他們受美國委託來管理台灣 是要成立台灣人民政府 台灣平民政府 就是現在的我們稱為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美軍政府 所以美國軍政府 這個都是用當時在1947到1949年這一段的時間 來討論原來在戰爭法的規定是 把台灣當作成為要建立一個民政府 成立一個民政府 這個本來是戰爭法的規定 但是蔣介石呢 不但不聽國際法戰爭法的這個規矩呢 他反而把台灣民政府這個組織呢 本來成立這個組織改為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有聽到嗎 初級班有沒有上過台灣最高行政長官公署 這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本來就是民政府的組織 他把它改掉 所以李登輝要廢省的時候 美國干涉 不能廢掉 你一旦廢掉 這個原來的最高行政長官公署 這個前面的台灣民政府這個組織 一旦廢掉 會納入在他們中國的版圖 有可能這樣的方式 所以蔣介石也滿炸 還把這個換掉 還好李登輝被美國 美方做很好的解釋的時候 他只有動神 所以沒有廢掉台灣神 動神 那這個動神呢 表示這個組織還在 等到真正我們受美國委託為治理當局的時候 我們就很自然就進入到這個 當然我們不是神 是成正成為戰爭法的台灣民政府 那當然這個事都是在法裡面 那我們再看看第四個 一個中國政策 除了知道說 整個台灣政府 台灣人 還有我們真正今天的本土台灣人 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好像 欸 我們既然是中華民國 那我們也可以 不要中華民國 我們可以用選舉 用選舉 來改罪 台灣共和國 還是要台灣建國 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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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什麼國 所以這些都是 一直在困擾我們台灣人民的思想 所以一個中國政策 美國就更清楚 除了沒有台灣光復節以外呢 台灣不是中國的領土 也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關鍵性 這樣請做不 好 各位同心 假如打瞌睡沒有關係 不過 一個中國政策 不能忘記是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 一個中國政策是沒有光復節 第二個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也不是中國的領土 這個兩點 記起來就好了 這樣有簡單嗎 好 所以這些 為了要讓 不要讓中華民國霸佔台灣 所以台灣民政府就出來 成立台灣民政府 那今天 治匪的立委 我們也聽過 自己把自己的薪資了 然後 本來是從二三十萬一直匪到六七十萬 可能已經跑到一百多萬了 我們不知道 我只知道說 明的是這樣 還有暗截的 有沒有發現 你們當過 假如在座有名義代表的人員的話 你們很清楚 預算多少 那個是明的 還有最佳預算 還有最佳預算 還有 預備金 哇這些都是暗截 都是在裡面 所以我們以後 台灣民政府 以後做官 我們真的要學習 怎麼去把官 怎麼去看 裡面有什麼東西 這個都是我們重新來思考 所以這些以後 我們再去考慮討論 還有 在選舉方面 都是霸佔的 整個 有人說好啊 對選舉來 來改變 中華民國 可以 請罪 台灣 共和國 還是 自己來自行 來自憲 中華民國改 改國號為 台灣共和國 這些都是在 中華民國的框架下 這樣可以嗎 你在中華民國的框架下 你改變 你改變 整個的這些架構 你是叛亂 叛亂分子 叛亂分子 中華民國可以抓你 但是我們是台灣民政府不在中華民國的框架下 特別注意 我們台灣民政府不是在中華民國的框架 我們是對國際法戰爭法這樣的法則來否定中華民國的存在 哇 這個是很大的工程喔 你否定中華民國的存在 會感覺到有尷尬說叛亂分子 我們是不是叛亂 我們回家是不是會被抓 我們會不會被約談 大家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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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緊張 台灣民政府 就是自己在實際上 中華民國是不合法的政府之下 他怎麼會抓台灣民政府 已經半年了 兩千空六年 控告美國法院 在2006年 對不起 2006年10月24 我們秘書長 林秘書長 控告以人權的訴訟法 控告美國 你沒有人權 因為你委託 你委託了這個中華民國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 管理我們台灣 結果到最後 228事件發生 十幾萬的整個台灣精英分子都被殺掉 連我們高砂族兩個最精英的也被殺掉 能夠讓台灣高砂族進入到市議員 市議會 不是他們的才華 真的不容易 所以 這個都被殺掉 擺設恐怖分子都來 難怪我們幾個 不只是高砂族 請問各位 你們一聽到說 聽到政治 不能談政治 不能談政治 你在聚會裡面不能談政治 特別在基督教裡面 你在教會裡面也不能談政治 但是你在外面都是政治來控制你 都是中華民國控制你 連我們整個高砂族的公教人員 百分之八九十都被中國國民黨控制 一談到政治都不行 所以他們誤會 誤解什麼是政治 政治是人的事 是大眾的事情 叫做政治 是一個非常好的政策 好好的治理管理 然後讓人民得福 這個是政治 但是問題現在那麼多政客 那個才是遭殃 今天那麼多的政客 就是因為受到整個霸佔 以黨領軍 然後霸佔整個我們金融都被掏空 然後把關最大的問題 什麼說水友啦 什麼塑話劇啦 我們這一兩年所碰到的 這個都是把關 為什麼沒有辦法把關 因為都是陰的 給你塞一下 給你塞幾十萬 給你塞幾百萬 給你塞幾千萬 這樣好好好 所以這些都是流亡政權 整個的本質 所以談到這個真的是 越談越氣 不過也是要面對這個 這個事情 我們還是要面對中華民國 怎麼去面對 要怎麼去面對中華民國 這些都是 對酸固會選越來越多 我們選舉高砂主最高興了 高砂主有一村有一段時間 然後有一個紅蝦 然後整個部落都在流行 欸 晚上喔 晚上 後門不要關喔 這個第二天 一看到水溝都是豬毛 原來已經殺過豬了 所以這個都是會選啊 一個部落一頭豬 一個部落兩頭豬 一個部落兩頭豬 給你塞住 然後全部都選 曾經當 我問過一個村幹事 在三十多年前 喔 他說我們的手很累啊 倒來咪咪咪 花瘦瘦花瘦花瘦 花瘦花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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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知道嗎 桌票 用這個手指頭來去蓋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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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這一天堡蜡花瘦 花瘦花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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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樣都很累啊 哇 有這樣的事情 不知道背對有沒有 有聽到嗎 這好像時代已經過了 好 今天的自由貿易區 你們知道這個福貿 他們在談論不是嗎 都是兩個中國人在討論 不是真正台灣人在討論 是兩邊的中國人 中華民國也是中國人 中國就是中國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 它簡稱就是中國 那中華民國簡稱也是中國 是不是 我前天問一個大學生 我請你翻譯一下 Chinese Taipei要怎麼去翻中文 Chinese Taipei 哇 中國台北啊 哇 不錯嘛 你一下子是中國台北 我還會他會說 Chinese Taipei就是中華台北 不是 的確是中國台北 這個自由貿易區 這個一旦通過了 這個十年當中 你當一個主管 你當一個所長 你有權利選擇你自由貿易區 而且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親戚 因為你知道在十年以後 這個土地的價值多少 因為你是主管 你一清二楚 那今天 中國人來到這邊 有一次說六百萬一個單位 六百萬來到台灣做小生意 你可以帶三個中國人親戚 你可以帶三個中國人親友 然後四年到六年的時候 他們這三個人呢 可以換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你知不知道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你知不知道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有三個中國人 六百萬 好 你們乘一下 幫我算數一下 六百萬有三個人 然後有差不多一百個六百萬 差不多多少 六千六億 六十億多少 你們數學的 你們數學的 好這個我們把它當作六十億或是六億 然後多少 六億 然後 這個一百個 三個就變成三百個 三百個中國人 對不對 那三百個 他們那個六億算不了什麼 那三百個人六億 假如說再加六千億 六百億的話 再加一百六百 然後加三百 乘以三百 三三哇 也是將近三萬三十萬 那有的算過 在十年當中至少有一百八十萬 甚至有一百萬的中國人進到台灣 已經換成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所以 中國人厲害不厲害 嘿嘿 但是台灣人只看到錢 啊我 我只要啊 你的錢吃 好啊 我也是長久啊 差不多多少錢 一傻聽聽 幾多啥 十傻 百傻 六岸多 五趴 哇 整個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看 中國人來到台灣 把台灣人稀釋掉 那稀釋掉 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進入到台灣 就變成投票的時候 台灣人會不會贏啊 不會啊 就要像西藏啊 西藏曾經有過這樣的歷史 西藏曾經有六百萬人口 三百萬人口 中國就要他三百萬人口下到中國中南部 中南部 南部有那麼好的地方 那麼發達的地方 那個 你們的房子 政府給你們 不免費 哇那三百萬的 當然很高興啊 就選擇這些中南部下來了 西藏人下來了 然後中國人共產黨呢 用三百個人進入到西藏 也是一樣 六百萬 對嗎 六百萬 三百萬已經下來了 然後三百萬的中國人進去了 西藏人還是六百萬 那這個六百萬 到最後 他們結婚呢 一定會 大部分都會娶那邊的太太 所以一旦娶了太太 中國人是男性的 生下來的孩子 是西藏人還是中國人 是西藏人還是中國人 當然中國人啊 那是不是這樣越來越多 那是不是這樣越來越多 也是一樣 臺灣人 我們如果沒有角色 真的愛父 有父要知道 但是沒關係 因為有 有咱們的民政府 這樣好不好 咱們的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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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呢 如果不是臺灣民政府的存在 真的是臺灣的BI 高砂族真的不是高砂啦 可能整個的臺灣的土地 中央山脈 都是中國人 說不定 咱們的民政府 尊在 我們 特別為我們的秘書長 鼓勵一下 來 若不是我們的秘書長 有遠見 若不是我們的秘書長 用法源 國際法 戰爭法 成立 臺灣民政府 若不是秘書長 犧牲奉獻 我跟你們講一個 他小故事 不知道你們有聽到吧 有一次 在 2005年 2004年 之前 他在 中國 辦 教育學 學院 他從 國小 國中 一直到 高中 都是 等於一連串的 都是住在一起 等於是 現在所稱的是 完全教育 他在這十年左右 十多年以後 他們一看說 啊 這個是誰 怎麼 不曾聽過的 學校的名稱 還有一個是 四川的 十院高中學校 高職學校 因為 秘書長 用 四川省 至少 88個高中生 前幾名的 全部納入在他的 實驗高子裡面 受教育 幫助他們 免費 吃豬 秘書長的心意 是希望 讓後輩的中國人 像毛澤東一樣 我要訓練 中國的後代 成為毛澤東 那時候 秘書長 很有義氣的 就想不到 因為 看 這個中共也蠻厲害 也調查 我們的秘書長的身份 原來他曾經 李登輝的特使 什麼聖啊 那個 對不起 名字忘記了 很抱歉了 秘書長忘記他的名字 李登輝 李登輝的特使 就跟秘書長 來往認識 就被 共長長知道 2019年 是 然後 他們 討論一看 所以就開始管制秘書長所辦的這幾個學校 開始刁難 你這個水電不夠 或是你這個不夠標準 你這個 反正就是刁難 一般的公安人員 他可以把秘書長說 這個不夠 所以要賠一萬塊美金 也不是人民幣 甚至有的十萬人民幣 結果一賠越來越多 結果秘書長他說 他感覺的不對 所以他就開始轉換 因為金錢在那邊沒有關係 命要保 這個才是重要 所以他就想盡辦法要逃跑 結果因為最後就被管制 四個公安人員管制他在一個旅館 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 那最後就兩個人 因為他們相信說可能不會逃跑了 這個林先生蠻好 他也會篩一些的 commission給這個公安人員 說你要幫助你太太 所以給你辛苦了 因為你照顧我 所以給你一百塊人民幣幾百塊人民幣 哇 好高興 就剩下兩個的時候 那秘書長說 我要出去打電話一下 因為他們沒有懷疑 這個兩個人就沒有邀請 所以秘書長就去打電話 開始走啊 跑啊 爆 計程車啦 然後又坐 那一段時間 應該要演電影 我不曉得了 一直到上海整理他的經濟 然後再回來到廈門 那廈門不是有專門偷渡客的嗎 坐船的 蛤 你是台灣人 偷渡到台灣 我第一次聽到 當然秘書長也要保護他的生命 萬一被密告 也被抓去怎麼辦 結果這個主人說 沒問題 我前幾天也採送幾個小姐到台灣 所以秘書長就安心 他就一直到 偷渡到金門 他也不知道那是金門的地方 那金門一看 他就下船 到差不多腰部那麼深 水啊 因為渡船不能一直到岸啊 一定要一些的距離 他下去了 秘書長下去 那麼深 渡渡啊 渡漏漏 然後就慢慢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一段時間 走一個鐘頭 然後那個 因為很多泥沙啊 泥沼啊 所以皮血也拔不起來 很疼嘛 所以這樣 然後就沒有皮血了 剩下襪子了 最後就變成赤腳 然後這個貝殼跟他親吻了 然後就受傷了 還是一直走走走走 然後最後就停下來 就打電話給他台灣的弟弟說 我可能在金門 所以晚上多11點 那金門人就這樣找找找 他們找 欸 就找到一個人 結果秘書長問 你們那麼暗啊 你們怎麼找到我 我看到你上面有亮光啊 所以他在那邊 秘書長就講了一句 生命的轉捩點 我也非常感動 他說 他不認識這個上天 不管是哪一個上天或是上帝 他只要說 上天我只要生命安全 我把後半輩子自願奉獻給台灣 最後他真正回到台灣 回到台灣2004年 05年 就跟李登輝 又再接觸 李登輝就告訴他 欸 台灣要出頭天 要出國際化路線 你研究一下 你不是研究戰爭法嗎 因為秘書長是到日本讀大學讀戰爭法 結果研究出來了 才找到 真正台灣的路 就是要脫出 國民黨脫出 台灣民國的真正回憶的路 就是要走出戰爭法 國際法 成立台灣民進府 所以他在他們也看到他這樣生命改變的時候 秘書長呢 他真的很累 結果他說 真的被他的 就是扛著秘書長 因為很累啦 據說是高砂祖的青年 所以他特別對高砂祖也是蠻重視 非常重視 不是蠻重視 非常重視 而且我們進入到傳統領域 高砂祖 我們在座的高砂祖 秘書長講得非常清楚 傳統領域就歸給你們 然後管理 這樣好嗎 好 辛苦 辛苦 所以我們可以再一次 為我們秘書長 辛苦的 來為他高興 來鼓掌一下 我們謝謝大家 我們謝謝大家秘書長 這樣我們來休息一下 看到你們這樣辛苦 拍謝 因為台語沒這麼冷回 我也很力 這樣休息好嗎 好 謝謝 謝謝 各位同學請請下課休息10分鐘 好 下課休息10分鐘 好 這邊有一件事情宣布 明天下課3點半下課之後 如果有要搭車出去坐車的 等一下到一樓的辦公室登記跟繳費 謝謝 如果明天下課後3點半 明天下課後3點半有要搭車的 等一下到一樓辦公室登記跟繳費 謝謝 謝謝